這台車是Subaru Forester 2018年4代2.0渦輪的引擎 這台車水平墜落的引擎四輪驅動渦輪 所以它整體的CP值經理個人認為是非常的高 今天要安裝的這個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的話前方是配置200長7公斤 一樣是那一條燈籠狀的規格 後方的話是200長6公斤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後方彈簧原廠其實也是直捲式的 這個是後面原廠的避震器 後方的話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前方的話一樣是麥花層 前方的懸吊系統 四代跟五代最大的差異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五代的話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那四代這台車是四代 四代的話它的離載串的話是鎖在三腳架 前面的下三腳架 上座的話KT都有附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KT都有附一個新品 那改了之後就變成是高低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那這台車前方的車高 輪胎上緣到葉子板是80mm 就大概五指幅左右 後方的話是96mm 就大概是六指幅左右 所以是前五後六指幅 那今天的車主 它要降低的幅度蠻多的 想要降低大概剩下前二後二 所以這台車後面也有一個狀況 它的後方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後方降下來之後的速腳也能調整 可是Camper的話不能調整 所以後方的Camper的話 一般來說它不是改後上兩腳調整器 是改後下支幣 在後下支幣比較偏向車子中間的地方 會有一個調整機構 可以改變它後輪的Camper角度 所以這台車如果有降低的話 應該車友都會改裝那一個的下三角下 可調式的下三角 下支幣 可調式的下支幣 但這個角度的話 因為經理今天是直播 所以沒有辦法拍攝到 這個支幣的話是在下方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結構 它的前後方的 的速腳調整是在這一支的內側 那這一台車比較值得來介紹的 是SUBARU的車系 它有個地方很棒 它前面仰角的這一顆螺絲 它都是做偏心螺絲 所以它前方的仰角 可以靠原廠的螺絲 來調整前輪的Camper角度 這顆螺絲 我們在調整 在調整的時候 它的Camper角度 這個氣泡椅的話 它會移動的 所以這一顆螺絲 它能不能拆得下來 我拆下來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把它拆下來 這顆螺絲 它的 你看喔 這邊是平的 但下方這裡有凸起來 所以這個是原廠SUBARU的車系 都有的一個規格 所以變成這個螺絲 第一個有方向性 如果它本來這邊穿過去 我從這邊穿過來 那方向不對 是裝不下去的 而且就算硬裝上去 它的仰角會損壞 而且沒有辦法調整Camper 所以這個SUBARU的車系 拆裝記得千萬 拆裝的時候 不是拆螺絲 記得是要拆螺帽 你旋轉的時候 這個 它才不會把它的仰角的孔 把它攪壞掉 所以千萬不是拆裝這個螺絲頭 不對的 是要拆裝螺帽 是記得要拆裝螺帽 所以這個螺絲穿過去之後 穿過去之後 它有可以旋轉的角度 旋轉的偏心角度 凸輪的方法 來改變前輪的Camper 所以這個KT連這些小細節 全部都做的跟原廠一樣 所以可以用原廠的螺絲 來校正前輪的Camper角度 那前面的話是麥花繩 所以這個腳管 第一分聽來這個叫腳管 腳管上方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就記得要把它旋緊 然後前方的話這顆引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四代的話 它的引擎蓋就沒有像之前一樣 有做一個很霸氣的進氣口 來冷卻Intercooler 它是從前方的地方延伸過去 來做引導冷空氣進來做冷卻 那上座的話是在這個地方 可以從這個地方 引擎室打開 就能調整到軟硬度了 所以今天待會要降下來的車高 車高幅度會從六指幅降到剩下兩指幅 所以整個車子會好像轎車一般會很低趴 那原來的18吋的旅圈車主是還沒有升級 它有規劃預計 日後會做升級到19吋甚至是20吋 所以降下來之後的剩下兩指幅 如果這種中大型的休旅車 再搭配上很大型尺碼的旅圈的話 它整體的一個霸氣 就表現得出來了 好 那我們前面差不多快完工 後面還在施工當中 這個是今天的第三部車 如果有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在YouTube裡面 按讚訂閱還有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